新型鉗博血丸 新型鉗博血丸不在市场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它的功效 跟旧式的滑花林相比 它的功效是同等 甚至有研究说的比滑花林更加好 而更重要就是流血风陵会比较低 病人方面也比较简单 不需要經常驗血 看著份量 亦不需要跟食物有這麼強的抵觸 例如菜 各樣 亦沒有影響 所以病人服用新型的布園 他的生活也沒有這麼大影響 我們做醫生也希望幫助病人 回到日常的生活習慣 不希望讓病人影響太多 心房遷陣近年都越來越多 社會關注、媒體、病人 本身也了解多了 回想起我以前做醫生時 新型的博血丸也沒有那麼流行 病人很多時都是吃一些舊式的博血丸滑化 但我們知道舊式的博血丸 其實本身也會有很多問題出現 流血的風險是比較高的 而且也要教藥 飲食上也要很難去配合 病人也要經常抽血 看著博血丸的份量對不對 所以很多時候病人就會拒絕 去吃博血丸 就算我們去醫生解釋了也好 但因為各個原因 他也會拒絕去吃博血丸 很多時候我們去再見那個病人的時候 可能他已經有一個卻性中風的出現 但我們知道如果心房遷陣的中風 一般是一些比較大型的中風 原因就是血塊很多時候 會堵塞著一些比較大的腦的血管 當然腦的受損範圍就會比較大 所以一般病人可能真的會 我們經常在電視劇 看到那些本身不能動 甚至乎嚴重都可能會有性命危險 那他性中風如果發生了之後 其實也是很難去逆轉 所以一定要預防中風 其實一定是很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 醫生和各個媒體也都很著重去宣傳 或者希望病人會了解這個病多些 以及預防中風的重要性 永遠都是希望去減低它出現的機會 並不會終於發生了 希望到我們在今時間 很難以為 還有但是對我們 有未來有一定對新的 我們在訓練